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说到马来西亚的特色 自然想到这句多元话 无论在族群 宗教 文化 生活习俗 甚至是饮食习惯 都让许多外国朋友对我们另眼相看 当然这是身为马来西亚的 我们的一个引以为傲的事情 而且大马旅游局曾经以 Malaysia Truly Asia来推荐马来西亚 然而对于台湾媒体工作者 兼纪录片的导演王俊复来说 马来西亚在他的眼里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Truly Asia How True 马上有请王俊复来说一说 台湾脚 行大马 各位好 第一句话 阿巴卡巴 通常是这样 到一个国家 我们会希望用当地的语言 去跟当地的人民做对话 马来西亚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因为在我的媒体生涯里面 我来的次数最多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有时候在飞机上或者在报刊上面看到 马来西亚旅游局的广告 观光局的广告 就会很吸引人 双风塔 然后有美食 有那么多的人民 有那么多的种族 所以我对于那句所谓的Truly Asia 这个slogan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但是那个Truly 我就会想说How true 好 我们先从所谓的语言开始 我在台湾曾经有一次分享 然后对象是 也是大麻的朋友 我心里想说我一定要好好跟他们沟通 第一个 这我写在我的手上 第一个叫阿巴卡巴 这个很好记嘛 很好念 第二个我想说 谢谢大家 好像不够诚意 我的发音可能不太准 我就问了我的马来西亚朋友 怎么样叫做感恩或者是很感恩 他就教我说 他就给了我一个很难的单字 叫做Bashuku 我说有没有更感恩的 他说加个阿玛 结果我就写错了 我写阿玛Bashuku 好 所以语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回呢 我跟我的搭档 我们在槟城拍纪录片 那在搬运行李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一个马来的友族的同胞 有一个Porter 他就帮我们搬搬搬 那我们两个当然不是吝啬那个小费 可是我们两个就在旁边用台湾话 我们就说 诶 这不是这样 稍微要让他收费 要整个钱 结果我们这位马来同胞跑来说 不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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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可以快 当场把我 哈 这个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原来这是一个Roja的国度 我在马来西亚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我充满了有趣 我们先分享一件事情 美国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对不对 它也有很多外来的移民跟外来的语言 可是在英文里面 所有的外来的语言都叫做外来语 融入他们的美语或者英语的体系里面 可是让我觉得很高兴跟狂喜的是 这些语言的融合或者说 它不是有人刻意要融合 它是马来西亚 它是马来西亚 它不是 它是马来西亚 它叫Chamne 所以 Dao Dali 然后呢 然后呢 地位尊贵 Dali Datu 可是我们走到土地公 Datu公 Datu公 转左转右 然后uncle叫安哥 Auntie叫Auntie 你们叫做Loli 我们叫Truck 所以 呃 这些语言的融合 或者说 其实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存在 它不是 它不是有人刻意要融合 马来西亚是一个天然资源 以及珍贵动物 冰临绝种的冰 冰围动物 Endangered 动物很多的国家 因为有很棒的大自然环境跟自然资源 那第二个优势 各位一定知道 马六甲海峡 为什么这个马六甲海峡 重要呢 因为我们在所谓的物流 或者是 我们讲商业贸易 国际贸易来讲好了 旁边就是马六甲海峡 对这个国家来讲 地理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 刚我们从语言谈起 我就突然对语言很有兴趣 所以我每次来马来西亚 我都会希望可以多学一两个马来话 不管是广东话 像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 我的摄影师就会跟我的灯光师说 鲁鲁鲁 我说鲁什么鲁 原来是下 把灯下的意思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 在一个国家拍片 我不需要用英文的智慧 我不需要用英语的专业的影视的智慧去描写 去跟团队沟通 这些让我很高兴 所以语言在这个国家 我觉得它不是被同化 或者说像外来语一样 而是大家很自然地 就把这许多种语言给 参在一起了 台湾人看马来西亚 我就是个外国人 但是外国人的角度 有时候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 这个国家的机会点 曾经被英国殖民 所以英语对这个国家来讲 是一个通用语言 也就是说光英语 马来西亚人就可以跟全世界做沟通了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亚洲我们扣掉东亚的日本跟韩国 马来语系 华语 印度语 这样夹起来多少 已经几乎三分 全球七八十亿人口 再加上英文 几乎无敌 好 再来我想要分享的是马来西亚的特色 我来自台湾 台湾只有马来西亚国土或者说土地 它只有马来西亚的十分之一 可是我们人口有两千三百多万人 那马来西亚这么大的地方才三千多万 所以以人口比例跟你们的居住环境来讲 它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离开了几隆坡 离开了KL 你到其他地区基本上是舒服的 你不会觉得好像旁边都是人 第二个当然不要讲地理资源了 通常有石油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富足的地方 更不用讲农产 还有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是没有地震 没有很多的天然灾害 我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去台湾工作 遇到一个很大的地震 然后我就问他说 诶 那个怎么样 他说吓死了 吓到脸色发白 吓到快晕倒了 然后他看我 我说正常 就像我有时候在办公室工作 就摇到整个书架都快翻了 对台湾人来讲 那个叫日常 如果以天灾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马来西亚有多好 我们要去哪边找到这么好的一个 Paradise land 有那么好的自然资源 然后有那么好的环境 没有天然灾害 还有那么好的地理位置 还有那么强的国际性 最重要的第五个 我为什么用英文讲diversity 因为这个字 多元这两个字 可以很容易解释 也可以把它很扭曲的解释 就是所谓的多元民族国家 跟单一民族国家 通常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据我所知 马来西亚可能一句话里面 华语 英语 马来语 福州话 潮州话 我右手这五个手指 可能还可以继续数下去 所以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国度 就是你会发现 它好像没有bundry 你不需要特别去想 多元或者刻意要把什么 少数的文化融入到主流的语言里面 变成外来语 你们这个国家没有这回事的 好 所以这个多元性 我认为是马来西亚 非常非常值得珍惜的特色 我在槟城拍了一个纪录片 它是关于槟城文山塘丘公司的 古老的宗祠的彩绘修复案 因为台湾派来的修复团队 帮丘公司把140多年前的彩绘层 给还原过来 好 一开始我去看景的时候 我觉得说不就彩绘吗 但是后来拍完这部影片以后 我发现我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140多年前 当年我们或者说华人的先祖 移民来到槟城的时候 你知道吗 要面对各种不同的派系 还有面对一些生存的压力 那时候是多苦 可是他们带来了很珍贵的 华人文化的价值 叫做比方说智慧 或者说勇敢 或者说无惧这些 那这些精神体现在 古老宗祠的壁画上面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 反正每隔几十年就要翻修一次嘛 所以最旧的就会被新的一层给画上去 于是彩绘总共有五层不同的年代 可是邱公司他们希望在彩绘修复上面 可以还原到最原始的 140多年前邱家从大陆过来那时候的 家族主线的精神 所以透过台湾的匠师跟彩绘修复师的努力 努力去还原出最原始的 最开始的那一层的彩绘 这个拍这个纪录片的过程里面也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台湾当然也有这些所谓的彩绘修复 或者说古庙古建筑的修复 但是要修复到140多年前 这个邱家的意志力 或者说那种宗族跟家风的传承 我认为是可能在其他的华人世界 比较看不到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并不是讲说华人就是一个同温城 就在同温城去宣扬我们所谓华人的价值观而已 我看到的是这个价值观 如果可以在马来西亚社会得到注意 或者得到珍惜 得到保留 那个叫做无形的文化的保障跟文化的遗产 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 马来西亚总共有五个文化遗产 其中两个比较出名的是马六甲跟槟城 也就是说在历史演进的过程里面 在被殖民 在不同的民族进来融合交融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它基本上对于文化遗产的保留 可能比我来的地方或者其他的华人世界更为珍惜 所以我很喜欢马来西亚 我北从吉达一直南到马六甲 东到沙巴 这些都是我 我为什么说台湾角形大马 因为这二十多年间 东马还有从北马一直到南马 我都去过 而且都是深度的采访 所以我只要看到这一种柱子上面 还有很久很久以前的cafe 我就会想象 为什么当年 英国人会那么喜欢南洋 当然了 除了挖点东西回去 除了这边丰富的资源以外 这边是一个非常 我们讲人文跟历史非常丰厚的地区 所以这些都被保留下来了 一个小的cafe 都会让我觉得不想走 还有这个是在吉达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米场里面拍的 光看这些米我都觉得 随便种就可以养活三千多万人 重点是我们珍不珍惜 我们珍不珍惜我们这块土地 所以我从台湾来 台湾是一个资源非常少的岛屿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以马来西亚这么大的土地 有这么丰厚的资源 其实人民只要和谐相处 保证可以日本人喜欢说小确幸 我觉得马来西亚就要大大大确幸 因为太幸福了 你基本上不需要温饱的问题 只要肯努力 我相信一定有钱 一定可以让自己过得好 过得温饱 这是我的纪录片团队 我们从吉达一直到马六甲 早年我是去过沙巴 这些采访经验都让我爱上这块土地 因为我对这边有一种莫名的 我没有办法言说或者用语言描述出来的亲近感 这在马六甲的应该是机场街那附近 有一次在采访 突然的我就看到一对青春又英俊又美丽的 马来年轻人要结婚了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后面是茶 后面是华文啊 而且是繁体字啊 所以这些画面在我来的地区 其实不太容易看到 马六甲又看到一个建筑物了 我实在又手痒又把它拍下来 上面有好多字喔 我在想当年在华人刚过来移民的时候 不管是商业 金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字 汇兑 银馆 这有点像银行或者是反正换钱的地方 这些都让我觉得说台湾如果有该多好 而且这些建筑物跟历史是被很认真 也许用法规的保留下来的 但是我不晓得马来西亚人看到这些是不是日常 也觉得好像很简单啊 再者第三个让我感受非常强烈叫宗教 因为马来西亚不管是伊斯兰或者是我们讲的华人的宗教 传统宗教佛教以及印度教 宗教氛围是在马来西亚是非常非常的浓厚的 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以及宗教多元的国度 可是在马来西亚似乎走个三步走个五步 你就可以遇到一个清真寺 遇到一个华人的庙宇或者是遇到一个印度的庙宇 我曾经进到印度庙宇很欢迎 印度的法师还在我的额头给我点了一个白白的 所以这些经验都让我非常感动 去到清真寺里面 说实话我个人对伊斯兰并没有偏见 我个人因为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我对所有宗教尤其正性宗教我都没有偏见 到了清真寺里面你会发现说同样是马来人 然后同样是穆斯林 他们也可以在每天固定的时刻 安安静静的听着教长的教诲跟换拜 做他的礼拜 净化他的心灵 大静小静 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净化 所以宗教本身我认为还是中立的 再者 我要讲的是除了宗教氛围以外 在大马社会的民间力量非常重要 过去呢可能不管是受到政治或者历史的 我们讲分割或者刻意的segregation好了 好像马来人跟华人跟印度人敬畏分明 可是我要讲的是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时候 也深深感动到了 因为我发现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慷慨的 是包容的 尤其本地很有名的 我相信慈激基金会是大家 尤其在华人社会是很熟悉的一个民间的NGO 当然他源自台湾 可是有怎么样的力量 可以让他在本地生根以后 引领不同阶层的人 去愿意去为整个社会付出 不分宗教不分族群 画面这位是 可能本地应该有很多人认识他 四个潘司里 但是他愿意到 铲智障院里面亲手 为这些有足的同胞 去帮他洗澡 帮他把身体打理干净 这些画面在我拍摄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 我觉得他好像 把我们带到一个 我刚讲过乌托邦对不对 在这里面几乎没有分 没有阶级 我们看不到阶级 我们看不到 所谓的分别心 我们看不到 所谓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一样是一个实业家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披着一个 所谓的APROM 然后在一个 说实话 并不怎么干净的地方 为这些有足的 残滞障的同胞去洗干净 然后逗他们开心 对于残滞障的人来讲 他只会对着你笑 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讲 什么 这些很感激的话 但是从他们的这些肢体 我们叫皮肤的接触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人 我们只要忘掉意识形态 我们只要忘掉那些 无名或者说 制约我们思考的语言 其实我们可以让自己跟友族 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这是在吉达 这位石姑其实已经往生了 但是我在拍他的时候 其实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这叫干净 在干净里面 我回想起了华人文化里面的四个字 叫做理人为美 在干净里面管你出身大小 管你有钱没钱 他可以这样握着这位马来同胞的手 然后跟他画家长 这些是对于我媒体工作者来讲 我觉得非常真实又感动的画面 我们刚刚讲 truly truly how true 其实我在马来西亚拍纪录片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非常多的 我自己定义的真实 因为它是没有经过包装的 它不是旅游 它也不是美食 但是它是实实在在 发生在你们的世界里面的 好 这次我在巴生采访一个环保志工 在船上我们在工作 但是回到另外 回到巴生港的一个印度组屋里面 我们的受访者是一个印度奶奶 她的小宝贝没人管 在一个纪录片的拍摄现场 导演不用拿摄影机 就是我没事 我就把它接过来 那一刻 这张照片也让我觉得非常 我自己很感动 因为看到这张照片 我的朋友说 哇塞 怎么感觉像黑道大哥在绑架小孩 我说不是的 我说No 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 小朋友看着我 他没有害怕 我抱着他 他其实我们的皮肤是接触的 虽然脸很凶 戴着墨镜 可是小孩他没有把你当坏人 他对你没有分别 他不觉得你有分别 所以这个小孩就被我哄睡了 那是我当天很大的成就 我在槟城看到这么粗的香 这哪里来的我不晓得 可是我在台湾来的 再怎么粗也就这么粗 这个有十倍粗 而且上面雕龙画缝的 让我觉得 哇 做我一个媒体工作者 跟一个纪录片工作者 能够接触到异文化 并且在里面得到 所谓的inspiration 得到启发 得到喜悦 是最大的成就 在马六甲 有一个做三寸金莲的师傅 台湾没有 我相信台湾没有 大陆还有没有 我不确定 但是马六甲就有 所以这些历史 马上就要从历史消失的 这些文化遗产 你们这边有 可是我不晓得 本地的马来西亚人 是日常还是说 因为看了今天的这场演讲 突然觉得说 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下 买一双放在那边 放在家里面当装饰 当成一个历史的致敬都好 Truly Truly Asia How true 今天我没有办法 跟政治人物 或者意识形态 很极端的朋友们对话 因为也许政治跟意识形态 是某一些族群的信仰 所以这个我尊重 但是我希望今天 我可以透过这场演讲 这场分享 对话的是 愿意跟我一样 愿意停下脚步 愿意好好思考的 多数的平民跟老百姓 族群这件事情 或者冲突这件事情 对任何一个国家 到底好不好 当你心里面有平等观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任何事情 看到任何人 你不会带着刻板印象 去觉得说 这个是难民 他一定是去抢钱的 印度人很黑 我们如果一旦接受 这个刻板印象 你到甘邦里面 也许我们的马来友人 或者说印度友人 跟我们就是很好 可是我们可能会害怕他 所谓的公平正义 人权历史政治这些 这些口号 这些理想 都会随着历史 环境的改变 朝代的改变 所有的定义都会改变 今天的公平正义 到了明天 可能就是邪恶 于是呢 如果我们可以回到 人本思想去思考 每个人的没有差异性 以及我刚刚讲的平等观 或许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或者我们跟友族 尤其在贵国 多元族群的生态里面 这个社会里面 或许我们心里面 会过得更好 讲到这边 我想到台湾佛教基金 慈禧佛教基金会的正言法师 说过一句话叫安邦定国 其实对着 不管是马来友族 或者印度友族 或者我们自己的华社好了 只有在安邦跟定国的环境下 老百姓可以活得很好 商人有钱赚 然后呢 不会有上街的暴力 不会有仇恨 不会有打打杀杀 这样是我们要的世界 还是说冲突才是我们要的世界 所以正言法师说的安邦定国 四个字非常简单 这个连小孩子 连小学生可能都听过 可是我们把它套用在 情势极度复杂的国家社会里面 这四个简单的字 其实它就是solution 就是答案啊 不是吗 马来西亚是谁的 Who is Malaysia 然后什么叫做 Truly Asia 最后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大家 这句话叫做 一个认同 但是要珍惜多元 下面那句是我珍惜的话 From a Taiwanese who loves Malaysia 透过外国人的视野来看大马的多元化 确实是别有一番感受 同时也让身为马来西亚人的我们提估到 要维系一个和谐 并且保有各族文化特色的氛围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来感谢俊福的分享 谢谢大家